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狂正瑜 今天是2024年8月22日 星期四 這次和各位朋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今天的熱話之一 打擊濫用公屋 據報防協交代了上半年收到多少宗的舉報 另外當中有一些千奇百歲的個案 當中包括有個女子在討論他前男友濫用公屋 另外亦有居民見到鄰居做一件事而舉報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QA的最新報道 有關打擊濫用公屋 防協上半年收到209宗舉報 多於去年全年的1.5倍 當中有女子交資料 督他的前男朋友為規矩 另外有居民見到鄰居喝很貴很貴的酒 所以舉報 報導的流氓提到 城中葉說東張西網 何百與何太多次被網民舉報濫用公屋 房屋處近年打擊濫用公屋 亦收回5000個單位 另一個提供出租公共屋村的房屋協會 今年頭半年都已經接獲209宗濫用公屋的舉報 接近去年全年的2.5倍 房協總監潘元坊表示 目前有幾宗個案處理當中 其中有一宗涉及一對已經分手的情侶 女子舉報男子違規居住公屋單位 另一宗有居民眼見鄰居 經常喝很貴很貴的酒 懷疑他不符合居住出租單位的條件 除了修舉報 潘元坊透露 亦有主動出擊 例如查看小紅書等社交媒體 會否有公屋的租戶在網上放租或分租單位 他提到早前舉報有人出租家圍村 但查證過後 屬於已保地價的單位 他又表示 住戶車輛如果持有中港車牌 是偵測濫用公屋的其中一個線索 已經提升前線員工的警覺性 教他們識別名車及留意特別的車牌 他表示 早前發現有20個持有中港車牌的車輛 停泊於房協核下的出租屋村 的月租停車場 如果有關的車輛經核實過後 屬於富戶政策的租戶 就會將車輛價值 納入資產計算中 另外根據現有的政策 如果租戶因為濫用公屋 而被收回單位 承租人和家人 之後五年都不可以再申請 房協或房委會的出租公屋 就說 等上樓又要五年 一來一回就十年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到今天的熱話之日 首先有前女朋友讀灰 讀前男朋友遺規居住公屋 說認真讀 即是大義滅親 但當然是讀前男朋友 另外有居民說 看到鄰居經常喝 很貴很貴的酒 所以舉報 這樣也可以舉報 怎麼知道鄰舍喝很貴很貴的酒 本來可能和鄰舍也有幾句 又或者平日要拆鄰舍 買甚麼酒回家喝 房協也跟進千奇百趣的個案 另外上半年有200多宗的舉報 已經多過去年 其實現在舉報濫用公屋 都已經成為了一個熱話 另外也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HK的報導 深水埗南昌站對開爆涵水管 水柱高約5米 車輛要涉水而行 報導機內文提到 深水埗發生爆水管事件 星期四8月22日清晨6時多 港鐵南昌站對開 東京街西近深旺道 十字路口馬路位置 突然有水從水底射出來 水柱高約5米 警員接報到場指揮交通 同時通知水務處人員到場處理 車輛要涉水而行 上指交通略為受阻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今天南昌站附近爆涵水管 水務處說 經確認過後 有一條直徑800毫米的 涵水供水管爆了 現在要緊急搶售 另外也講講這個消息 根據HK的報導 青衣碼頭女子疑似失足墮海 幸好有屠人拋下救生圈 獲救 報導的留言提到 今天8月22日上午8時56分 有市民在青衣 豐樹窩路 青衣碼頭對開 發現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墮海 屠人連忙拋下救生圈 並致電報警 該名女子抱著救生圈游上岸 救護人員到場幫她初步檢查 發現她是輕微拆損 身體打陣 隨即被她保亂的物品 和飲品 再由救護車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 現場消息指 這個女事主並非尋短見 不排除 意外失足 警方正調查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幸好有屠人經過的時間 拋下救生圈 救了二十多歲的女子 這個女子獲救過後 一直都下面露笑容 估計她不是尋短見 不過為何會墮海 還要有待了解 另外也說過這個消息 根據HK的報導 有關Pokemon GO的世界冠軍 前領隊撰寫貼文 多謝黎青龍 說這個冠軍黎教授有份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二年十六歲 外號蝦皮的鄭葉佳 早前在Pokemon GO世界賽中勇奪冠軍 成為香港史上首位贏得 這個冠軍獎項的玩家 Pokemon GO 香港隊前領隊 張諾恆 在今早8月22日 在社交平台分享 說去年 獲得同為Pokemon GO外號者 港大醫學院內科及肝臟科 港座教授黎青龍 贊助一萬元 給鄭葉佳的團隊到日本參賽 團隊最後未有如願地勝出 不過黎青龍並無責怪 還鼓勵他們繼續打 希望香港隊 將來會贏 張諾恆就說 因為擔心黎青龍覺得 香港隊是新手黨 加上官方今屆有贊助 所以就再沒有找對方贊助 但今屆比賽期間 一直跟對方分享戰況 對於今次 阿蝦皮成為世界第一 他就說黎青龍絕對有份成就 就說在我心目中 郭冠軍黎教授 是有份 沒有了他去年的栽培 讓我們出去見識世面 也不會有今天的蝦皮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黎青龍的好人好事 亦是今天的網上熱話之一 話說Pokemon GO這個香港團隊 之前找人贊助的時間 多次碰釘 對方通常以為他們是騙子 又或者嘲笑他們 結果當中有黎青龍贊助他們 去年令他們能夠出去比賽 今年雖然沒有黎青龍的贊助 不過相關領隊多謝黎青龍 認為黎青龍在去年 贊助香港隊 導致他們走出第一步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 另外也提及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商務艙 突然多了一個人 空姐們即時確認乘客名單 被揭發擅置入去訓 阿叔當場是這麼說的 網友看完這個故事 以為有鬼 報導的留言提到 這位空姐在社交媒體表示 日前在長途機工作 燈光昏暗 乘客陸續入睡 過了兩個多小時 市主巡倉的時間 留意客人狀況 數人數的時間 發現商務艙竟然多了一個人 於是和同事確認手上名單 他們發現有人躺在商務艙空位之上 對方是一名大叔 事主問先生你好 可不可以看看你的登基症 大叔表示身體不舒服 在這裡睡一會 事主禮貌地請求對方返回原本的座位休息 但大叔反問 可不可以帶這張棉皮走 事主形容當時整個人都傻眼 鐵文引來很多網友留言 就說很難想像到會有人做出這樣的事 被趕回經濟艙的時間 應該很刁念 也有人以為這是鬼故事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商務艙無緣無故多了一個人 嚇死人 現在又農曆七月 原來有個經濟艙的阿叔 潛入了商務艙睡覺 結果被空姐揭發 寫上網 網友以為是鬼故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